因為他口說聲稱是沒有影響言論自由 但其實是進一步收窄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 雖然他聲稱如果不參選的話 其實說什麼都可以 但這個正正就是謬誤 應該言論自由的就是 無論你只要在一個適合的範圍之下 例如你沒有誹謗人等等的話 你不應該在參選資格上 加一些不確定的限制 而我們見到計DQ案之後 確認書是收窄議員參選資格的 或者收窄市民參選資格的第一步 而這個確認書最大的隱憂 就是引出一個不確定性 我們見到他不僅是經過這個確認書 去否定或者去剔除一些候選人的資格 而再從而通過釋法 在確認書的關卡下 就再甚至去剔除議員 繼續當議員的資格 所以我們見到其實這個發展是相當令人擔憂 而是一直從確認書做開始 一直在收窄香港人的言論 如果結束一黨專政 是會在隨著時日 會變成一個作為參選 立法會選舉或者其他地方選舉的一個審查的話 究竟還有多少香港市民不知道 也都不需要明文規定的要求 而這個責任只是落在一個選舉主任那裡 而這個選舉主任似乎有權 但是沒有權限的 也沒有清晰的指引去告訴他們 究竟是怎樣去決定一個人的參選資格 所以你看得到 我們不僅參選的資格 是受到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去影響 我們甚至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也都進一步被收窄 今天可以用這個結束一黨專政 可以用來做關卡 那將來會不會說平反六四 又會另外一個關卡呢 在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根據法理依據 或者甚至去到邏輯的情況之下 可以一步一步地去收窄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我相信這件事 香港人是不樂於見到 也都是違反了基本法裏面 保障香港人有言論自由 這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環節 好 你自己有沒有曾經講過 這六個字 你不再講了職 另外如果是有講過 會不會擔心 那幾天的資格 我相信在香港 有很多參與過 六四燭光集會的市民 都有喊過一些類似的口號 我不知道政府可以用些什麼去追溯去算帳呢 這個我想不止秋後算帳 簡直是好像世紀之後的算帳 還有這個也是之前DQ案 曾經出現了一個非常之令人擔憂的一個現象 就是究竟政府可以追溯一個人的言語行為 或者他的論據究竟可以追溯多遠呢 好像周庭那樣 那當然他連一個新變的機會都沒有 而好像姚崇嚴教授那樣 之前因為他曾經去台灣參加過一些論壇 也都被選舉主任去發出提問的 那究竟算多遠 算多近 算多多 有多嚴肅 譬如說 是不是我去叫口號的就不行 我跟隨叫口號的 那又行不行呢 所以其實呢 正如我剛才所講 當一些是文字上面白紙黑字 是完全沒有規定 而是去審查 甚至是拿來去疾愛 或者篩選一些人的參選資格 這一樣是絕對不理想 也都正正呢 就是相後等香港的言論自由的 謝謝 這個不是我的